在和谐的议题上 宗教要如何透过对话 共同发挥良善的循环作用 这项工作需要下列的行动步骤 做基础 首先要具足开放的态度 与无私的善心 其次是谦卑的邀约 与平台的建立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要互相的理解 除了要理解自己 而且要能够理解他人 才能产生深度的共鸣 与合作的动力 以创造社会和谐的一个契机 有了行动的基础理论 对话才真正的开始 宗教对话的过程是 第一 认清真正的事实 从相互的尊重中 产生平等的对话 从真心的接纳 与自身中找出宗教冲突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 透过对话进行相互的理解 而产生宽容的心 转换冲突的对立 第三个 由冲突的消融 进而积极发现 自身与其他宗教所具有的优良传统 例如伦理道德 真诚奉献 慈悲的旧事 第四个 尊重差异 相互认同 细手合作 以宗教共有的伦理品德 带动社会秩序 创造社会和谐 面对 刚才我们讲到 这个宗教 这个是后现代的实现 后现代的一个宗教 就不同的组合 变成一个格局 然后在共生共存 所以在面对多元 复杂的一个资讯和价值观 人们逐渐失去了选择的这种能力 许多的传统 美好而正面的价值观 受到稀释有瓦解 其而代之的是自我为中心的 功利性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是错乱 正是许多苦的一个根源 佛陀提出许多的离苦的方法 而根本的基础是 是从苦中觉醒 明白苦的一个根源是什么 再透过离苦的方法 从持戒 什么叫持戒呢 就是生活原则 生活本范 禅定呢 从持戒 禅定 绝观 禅定是什么 就是平常我们 就是调伏自己的那种内心的 让自己安定 而能够呢 常常能够 嗯 迅信服自己的心啊 让自身与大自然之间呢 重重无尽的和谐关系 这种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啊 所谓的觉悟的心呢 就是自觉觉它 能够自觉又能够觉它 那么缘起的世界呢 佛教缘起的一个世界观 所带动呢 正是人类心灵的一个良性循环 从起心动念的一个观照 做起来 以积极入世的一个大悲心呢 及正面的一个菩提心 连接互动出一切万事万物 其所呈现的相貌呢 是柔软 谦卑 无为自在的一个和谐关系 以此转换世间种种 因利益不均而产生的争执 以无我的一个实践呢 去对话 佛法启发我们没有固定 而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 也不因执着我 而与他人产生对立 因此懂得沟通对话 就是一种智慧的实践 列入佛教的华言经中 上才童子啊 那就是五十三参啊 那么就是沟通与尊重实践 无论什么身份信仰 这个年龄都可以作为学习对象 懂得以谦卑的心呢 对待每一个人 就会创造出互相互存 互相依存的一个和谐世界 第五个呢 就让心休息 如果混乱多元的一个社会 以自身复杂的一个命运呢 实在无法让自己呢 调顺 至少学习缠的一个幽默生活 让心歇一下 听听大自然的一个激进 感受一下虚空的一个声音 让生命的记忆体呢 自然显现没有本位的一个主意 看生命的流动 不起不舍 放宽我们的心 当你拉大时空的时候呢 眼前的计较自然消融了 这里我想和在座各位分享 我所带领的林九三 这个佛教教团 如何以不同的对话方式 而推动社会和谐 所做出的几项代表性的 一个贡献和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